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海风飞航空科九线公司成功完成全球首条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Aviton及飞行汽车跨海跨城空中航线的首飞 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以及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持续的推进 低空行业迈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个万亿产业的帷幕也是徐徐展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在海拔300米以下的低空交通领域中 有地铁 汽车 火车等交通工具 在越来越讲究快捷便利的未来 交通向空中发展 离地飞行成为了人们的新目标 而为了加速布局天空直程 推动低空经济先行示范 深圳最近又有了新动作 2月27日 上海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成功完成全球首次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飞行汽车跨海跨城空中航线的首飞 据小银了解 所谓飞行汽车其实就是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英文简称Aviton 其飞行过程无需借助传统机场和跑道 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飞 然后转换为固定翼飞行模式进行高速巡航 其实说白了 就是借用汽车概念的飞行器 它比飞机飞得低 比汽车速度快 就像五座汽车插上了翅膀一样 此次首飞的飞行汽车为风飞航空自主研制的 五座Aviton航空器盛世龙号 其核心模组实现了完全国产化 现场试飞的飞行汽车像一只灵巧的飞鸟 黑色的机身机翼长14.5米 机高4.6米 机长9米 标准座舱可搭载一名驾驶员和四名乘客 最大航程为200公里至300公里 而本次首飞航程是模拟了一家人 从深圳蛇口游轮母港 飞往珠海九州港码头的行程 将原本需要2.5到3小时的地面车程 缩短至仅20分钟 其实 此次快海域首飞 并非飞行汽车的首次亮相 早在2023年12月29日 全国首个获得民航局试航审定受理批复的 有人驾驶载人AE200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就在四川沃飞长空汉原综合试飞验证基地 首次试飞成功 沃飞长空市场部总监费兰说 今后从成都市中心出发前往天府国际机场 行程仅耗时15分钟 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载体之一 AVITAL也是具有诸多优势 首先 其便捷机动的特点 使得乘客可以通过手机平台预约乘坐 实现城市内和都市圈城际间的点对点出行 无需传统机场和跑道 AVITAL就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飞 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在价格方面 200多公里的城市距离从升空到降落 时间不到一小时 商务价格大约是豪华专车的2-3倍 时间可节约四分之五 其次 AVITAL采用纯电动力 具备安全环保 舒适安静的特点 为城市空中交通带来了新的选择 此外 由于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不断推进 AVITAL行业正迈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未来规模化运营后的成本 可与地面专车服务相媲美 根据小编的了解 截至到2022年10月 全球AVITAL飞机研发企业约有300多家 包括初创公司 航空巨头 出行公司和汽车公司等 国内目前有包括沃飞长空 小鹏等在内的八家企业 在飞行汽车板块获得融资 其实深圳至珠海AVITAL首飞成功 离不开多方的通力合作和政策的支持 从政策层面来看 自2024年以来 低空经济受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支持 为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同时 风飞航空还获得了 来自AVITAL科技企业 空中交通运营服务公司 空中交通基础设施提供商和服务商 政府管理部门 空域管理部门等的支持 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 为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运营提供了重要探索 深圳至珠海AVITAL首飞成功 不仅标志着中国低空经济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也为未来的城市空中交通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汽车自1886年诞生以来就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出行方式 但随着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城市交通问题的愈发凸显 人们开始梦想走进那个拥有飞行汽车的德罗宁世界 从设想 设计 研发 生产 试验成功到初步应用 飞行汽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1917年 美国航空先驱著名飞机设计师格伦·寇蒂斯 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飞行汽车 这种新型交通工具的原始雏形只是一部三轮飞行汽车 虽然实现了一些短距离飞行式跳跃 但却没有飞上天空 20世纪40年代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提出了 飞行汽车迟早会出现的科学预言 随后在80年代中期 飞行汽车研制在美国获得成功 一位名叫莫尔泰勒的美国人将现代汽车与航空技术成功融合 生产出了一种既能在地上跑 又能在空中飞行的飞行汽车 并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签发的飞行许可证 然而泰勒首创的飞行汽车却装有比车身宽5-6倍的平直固定翼 在公路上行驶或起降时 严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 最终没有投入实际应用 直到2009年3月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首辆飞行汽车 飞跃在美国首次试飞成功 它可以在15秒内从一辆有两个座位的公路汽车变身为一架飞机 并配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电子计算机自控系统 以及卫星控制技术等高端科技装备 2015年2月 美国特拉弗吉亚公司又公布了一款概念飞车 该车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传动系统 设有4个座位 可像普通汽车一样驾驶 还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和着陆 飞行距离将超过800公里 但这款概念飞车的开发过程可能要持续8至12年 同样 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加入到飞行汽车这一新赛道 早在2012年 中国西安美联航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就已率先研制出了中国首架MYABC型飞行汽车 它采用了固定翼设计 机翼可以折叠 允许乘坐两人 发动机动力强劲 并可以在水面起降是一款三席飞行汽车 随后 在今年的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 小鹏汇天一体式飞行汽车 也是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除了小鹏汽车外 吉利 广汽等车企 也都在开发飞行汽车 甚至还制定了量产时间表 那么商业化落地是否可行呢 首先 根据摩根士单列预测 这2050年 飞行汽车的全球市场规模 将达到9万亿美元 其中中国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2.1万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车企在飞行汽车领域的探索 早已不再停留于概念车的阶段 除了首飞之外 更多已经获得了管理部门的许可 并开始考虑商业化运营的可能性 2024年2月2日 异航智能宣布旗下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中国官方指导价为每套239万元 该航空器已在去年12月 获颁标准试航证 并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演示 在更早之前 广汽GOVE飞行汽车也是首飞成功 去年8月 马斯克参投的ELF表示 公司收到2500份订单 旗下Model A已获得FAA颁发的 特殊试航认证 预计将于2025年在美国空中飞行 从政策层面来看 低空经济利好政策接连落地 全国范围内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于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湖南 安徽 广东 江西 上海 四川等地 先后出台政策 都是在扶持以飞行汽车为代表的 低空民用航空器产业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 发布的低空经济白皮书显示 预计到2025年 低空经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值 将达到3万亿至5万亿元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让飞行汽车飞起来并不难 但能飞多远却依然是个问题 在小编看来 飞行汽车要想实现快速发展 载荷航程智能驾驶和试航安全 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高功率密度高效率高适应性的新能源动力技术 高安全高可靠全天候的智能驾驶平台技术 以及安全高效云网融合 入空一体的三维智慧交通技术 这三大关键技术将是未来飞行汽车突破的方向 从上面小编提到的这些数据中 我们就不难看出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即地面传统汽车 火车 空中飞机和海上舰船之后 飞行汽车将成为第五种大众化交通工具 进入千家万户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期待飞行汽车落实的那一天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